今天我们要一起来 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思考的就是 谁是真正与耶稣同行的人 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一开始有看到 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就在他身边 这是耶稣的小组 这是常常跟耶稣在一起的 一起生活 一起吃饭 一起做很多的东西 耶稣会告诉他们一些别人听不到的话 耶稣会告诉他们一些更仔细的东西 有十二个门徒 有门徒在耶稣的身边 然后我们又看到有一群的妇女 这群的妇女里面 你看有一些神奇的事情 有一些奇妙的事情 真的有这样的事吗 有七个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被耶稣赶出来 今天还有吗 这是事实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看到有这一群的妇女 这一群的妇女也许不像十二个门徒 那么靠近耶稣 他们跟耶稣也有很好的关系 也有很好的关系 甚至他们奉献让耶稣和门徒 可以没有挂力地传道 可以没有挂力地来做上帝 要他们做的东西 有一群的妇女在耶稣的旁边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 谈到什么呢 又有许多的人 不只是门徒而已 不只是妇女而已 而且是怎么样 有许多的群众 是从各地而来 都围绕在耶稣基督的身边 当然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谁是真正与耶稣同行的人 这些人是与耶稣同行吗 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 今天你已经很特地的 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抽出你的时间 特地的开车来到楼下 你找得到停车位吗 可能你找不到 然后你特地的花了那个时间而来 别人都想要待在家里面 懒惰懒散懒散一下 你不要你要来到这里 你已经特地的来了 我要说你们很棒 帮我跟旁边人说 你很棒好吗 跟旁边人说 你很棒 但是 但是sorry啊 好话在前面 坏话后面来啊 你是真正与耶稣同行的人吗 单单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就有把耶稣卖掉的 不见得你跟耶稣很靠近 就在耶稣的小组里面 你就是那个真正与耶稣同行的人 那一大堆的群众 后来耶稣 五饼二鱼的神迹过后 就跟他们讲道 讲道了以后 那边一大堆的人讲 哇 耶稣你讲的这个话很难听 这种道谁听得进去 然后就全部退去 一堆 本来全部人围着耶稣 因为太棒了 这个人有道听 有饼吃 有鱼吃 有这么大的神迹 好看 但是他们就走了 他们就走了 许多的人环绕在耶稣身边 但是谁才是最后真正与耶稣同行的人呢 更糟糕的是 更糟糕的是 有一节的经文是这样子说的 我把它摘要下来 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很沉重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 许多人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这个更糟糕耶 你会不会坐在这里 一个一个礼拜 一个一个礼拜 人家问你 你是基督徒吗 你说是 基督徒原本的意义 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你说你是 但是结果搞到最后 耶稣说 他跟你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你 你的生命里面 其实并没有真正耶稣 介入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说 这个是很叫人惊讶 这个是很叫我们一定要思想的 真正与耶稣同行的 到底是谁 我们是吗 我们真正能够跟耶稣同在 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他陪伴我们 带领我们 我真的能够是这样吗 所以说耶稣看到这样的情况 这一大群的人 有门徒 有妇女 有所有的人 聚在他身边 耶稣就说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再次帮我跟旁边的人说 有耳可听 应当听 跟旁边的人说好吗 因为耶稣接着下来 就要解释清楚 到底谁是真正与他同行的人 谁的生命里面 真正有他的同在 你跟耶稣真正有深入永恒 有意义的关系 这个就是耶稣接着下来 他就要用这撒种的比喻 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当然大家读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很清晰的 你很快就可以看出 在这个撒种的比喻 有四种不同的泥土 很显然的 这四种泥土 就是代表着四种不同的人 不同的情况 这个是很清晰的 一看就 但才这样听 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看出来了 但是今天我要带领大家 换另外一个角度 我今天不会这样 一个一个一个的 跟你们做解释 因为我想你们当中 很多的人 可能已经听过了 可能已经也有一点的了解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 OK吗 不OK 可以吗 OK吗 我就换另外一个角度 我用其他的角度 来切入 来思考 到底耶稣想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而我们又如何 借着这一段的经文 真正的明白 我们是一个能够与耶稣基督同行的人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心和道非常的重要 你的心和从神那里来的道 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耶稣后来 他就解释这个比喻 当然我们没有读到 但是现在我读给大家听 他说这比喻里面 这撒种的比喻里面 那个种 那个种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的道 上帝的话语 神所出的那一个话语 就是这个种子 然后呢 到底这个种子要去哪里呢 我们从第一个形容里面 我们就大概可以看到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 那落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 魔鬼随即来到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相信就得救 所以说 弟兄姐妹 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在这里有两个最重要的角色 两个最重要的元素 一个叫道 一个叫行 一个叫做道 一个叫做心 你的心很重要 这个道 有没有来到你的心 很重要 所以说呢 就好像我们回到南采 为什么耶稣说 他不交托给这一群的人 虽然这一群的人说 他信了耶稣 但是因为耶稣知道 他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 你的心决定 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然后心和道这件事情 到底要发生怎样的事呢 这里他有提到一个东西 叫做魔鬼 然后我们看到 在跟随耶稣身旁的人当中 也有一群 也有那些妇女 他形容说 这些妇女曾经被七个鬼附着 被一些邪灵干扰 然后耶稣释放他们 那魔鬼要做的这件事情呢 这里有一幅画 这个是在一个修道院里面 在一个修道院里面 画在墙壁上的 我就看到这幅画 这幅画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的小鬼 对不对 然后他就想办法 拉扯这一些的人 拉扯这一些的人 好像成为一个阻碍 在中间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一赛 你可以看到有天使 然后你可以看到 最旁边有十字架和圣灵 有没有看到 用鸽子代表圣灵 然后有一个十字架和天使 然后你可以看到 中间好像有一个隔阂 是火来的 然后有魔鬼在那边 好像要隔开人 这样子 其实魔鬼要做的是什么呢 魔鬼所要做的就是 让你的心不要预见到 这个就是魔鬼要做的 他其实不需要做什么的 他只要让你的心 没有预见神的道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或者就是让你预见了 那个道也不能够 真正深入到你的心里面进去 这个就是他要做的 让你的心错失了道 很特别的 今天的下午 我有一个非常意外的约 我有一个非常意外的约 下午的时候 我因为有一些事情 我就从教会出去 然后呢 就有人 教会有一位姐妹 就联络我说 有一个 有一位 有一个人在等你 有一个人在等你 然后呢 我就 打开我的clendor 没有啊 我没有跟任何人有约啊 然后呢 我又翻我的WhatsApp 还用search的功能 这个时间 我有跟谁约吗 没有 然后有没有接到电话 没有 他就说 没有啊 有一个人在教会 已经等你很久了 然后我说 你可以过去问他一下 什么名字吗 我就问那个姐妹 然后那个姐妹就跟我讲说 我已经走了 然后我说 教会里面有人吗 没有人了 就他一个人在等你 我都有一点怕 我也不懂他是谁 因为找不到任何人 又不懂他的名字 我都有一点怕怕 到底会是谁 等下我来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什么情况 但是还是要来 对不对 一定要来 不过后来我来之前 他有打来 我懂他是谁 OK 我就来 我来了以后 你知道这个姐妹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个不是我第一次遇见 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 也会遇到的 他是从小 就是我们讲 灵很敏感的 就是小小会听到声音 到一个年纪 就会看到 看到灵界的东西 别人不知道的 然后他在那个状况里面 他是很辛苦的 他说他的爸爸跟他讲 他的爸爸一直跟他讲 没有关系的啦 这种东西 好的啦 甚至有人会跟他提到说 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在这种 还有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 他就可以用这种来 帮他赚钱 他就可以成为 一个可以用这种力量 做一些东西的人 很多这样的声音 在他身边 但是他每次就骂这些人 骂他爸爸 骂身旁 跟他讲 OK啊 没有问题 他就骂他们 他骂他们什么 他说你不知道 我有多辛苦 他说他那个灵 来搅扰他的时候 他说以前啊 他说他要一个一个庙去跑的 那个灵就吹逼他到那个庙 拜拜拜拜拜 希望好一点 然后 没有好 又再跑下一个庙 结果他说 他老公跟他讲 你有什么神没有拜过 什么都拜完了 全部那个灵 就一直 推他 吹逼他 去这样的地方 一直跑 一直跑 但是感谢主 他知道 不能这样子下去 然后呢 他想要来信耶稣 他想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上帝真的是恩待他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 我就跟他解释 其实这个灵 这一个东西 它真正的目的 就像我这里讲的 他不要你 遇见到 他不要你认识真理 所以说他跟我复述的 他的故事里面 他过去的一些经历里面 我就开始跟他分析 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 谎言来的 他就是要让你 堕入到另外一个 他说有些东西 那个灵跟我讲很准耶 我说 当然那个东西很准 可是准到后面 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 再把他想得更清楚 我打开上帝的话语 给他去读 让他明白 然后让他开始遇见 然后最后我告诉他 四样东西 改天如果你们有需要 你们也有遇见灵界的干扰 你们来找我 给你四个 四个锦囊 一天开一个 这样开 希望你们都不要遇到 不用来找我 然后呢 我最后就 我就给他四个东西 第一个锦囊 我现在告诉你们 就是不要相信恶者 要相信真理 恶者他会变化不同的形象 我就用一个方法 让他明白 现在也跟大家讲一下 我也跟好几个上课的人讲过 大家想一下 华人 华人只会看到华人鬼的 真的 没有华人看过马来人的鬼 你懂马来人的鬼 跟我们华人的鬼是完全不同的描述的 我们华人有什么 狐狸精 蛇精 日本鬼 这是我们华人的 华人的mindset里面有这种鬼 所以说华人就只会看到这种鬼 然后马来人的鬼 我现在跟你讲 改天你又会看到 因为你有那个mindset 所以说我不要跟你讲 我不要跟你讲 马来人其实 马来人的鬼跟华人的鬼完全不一样的 马来人永远不会看到狐狸精的鬼的 因为他们的mindset里面是没有这种鬼的 我就跟他解释为什么 因为恶者世面游行 他看你这个人 他是几千年的老江湖老经验来的 他看你 他都大概懂你在想什么 他看一下你的 pattern 他就大概抓得到 如果他真的要骗你 要弄你 他就会照你的mindset来骗你 他就会幻化成你那个形象 你会怕的那个形象 他就跟我讲 我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我就告诉他 不要相信邪灵 给你看到和跟你讲的话 因为他们是说谎人的父 他们从起初就是说谎 你不要看这个 你要相信真理 可以吗 所以说不要 不要你看到日本鬼 以前这里有日本鬼啊 以前一定是这里哦 这间学校以前有日本人在这边 杀掉很多华人 你叫马来人住在那边 他不会看到 他只会看到香蕉鬼还是什么 他不会看到日本鬼的 因为只有我们华人有这种mindset 就会看这种东西 他知道你 他就幻化这个给你看 那为什么恶者处心积虑 一定要拦阻我们的心跟道相遇呢 来 各位 我请你们读红色的那一个字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读 一 二 三 相信 魔鬼很处心积虑的 不要让你的心和道相遇 不要让道进入你的心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怕这件事情发生 当你的心和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生得救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会改变你的生命 可以让你得救的 他担心这个东西会发生 我认识一位教会的领袖 他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 他比较年轻的时候 他信主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是教会领袖 有很好的事工 带领少年人 带到很好的 我觉得他跟我很像 人都是这样 觉得很像 就会跟他多亲近一点 你们有人觉得跟我像吗 没有 这样算了 OK 来 然后 我觉得我跟他很像 所以说我遇见他 很开心 跟他很多话聊 但是也听到他一些 他生命中的一些的怎么样讲 可以说是一点点的悔恨 他年轻的时候是这样 他年轻的时候信主 可是他还是有上瘾的罪 上瘾的罪就是有一些的罪 是一直抓住你 没有那么轻易的 比如说 有些人 烟就是他上瘾的罪 赌是他上瘾的罪 毒品 有些是情色 有些是暴力 有些上瘾的罪 他年轻的时候信主 他还是有上瘾的罪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怎样 他那个时候就 常常读圣经 因为他期待上帝要帮助他 让他可以脱离上瘾的罪 可是他就发觉这件事情 他就读读读 一直读圣经 读了以后 还是一样 还是会犯罪 所以说他就觉得怎么样 好像神的话有用 但是又没有很有用 这个是他 其实埋在他心里面一个东西 后来当然上帝也持续地带领他 上帝继续地带领他 他就怎么样 他就经历了一些的反省 有圣灵的充满的经历 然后有什么呢 然后他也对一些心理学辅导 开始明白这些东西 所以他越来越明白 原来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上瘾 原来这个上瘾 他也有他心里个性 各方面的弱点 他慢慢地纠正了以后 最后感谢赞美主 他就脱离这个罪 脱离这个的困绑 他脱离这个 所以说他说 他就变成后来有一点怎样呢 他其实 虽然他是教会的领袖 但是他认为上帝的话 That's all 就是这样罢了 还好啦 教会的话 当然 圣经上帝的话 当然很重要 但是呢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 比如说圣灵大能的充满 方言 祷告 然后我们对心理学 对科学 对各方面的研究和了解 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说呢 甚至有的时候 在他心里面 他偷偷地以为 这个东西其实呢 可能还比圣经重要 所以说如果有时候 他可以站在台上分享的时候 他分享的 其实不是在讲上帝的话 他分享的其实是很多的学问 各样的知识而已 然后用一个神的话 作为一个谎 作为一个标题 然后就把它讲出来 就是这样而已 可是呢 当我跟他在谈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了 他是觉得很悔恨 很悔恨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 他这样子带领 他的教会 他这样子带领带领到 一阵子以后 他发现他的教会 很大的问题 他原本以为 他做在人生命的工作 原本以为 大家会越来越爱主 生命更得丰盛 他发现没有 他发现很糟糕的 很多人不要说 爱上帝啊 连犯罪都没有拉色啊 后来他再次回想 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他才发现这件事情 其实 为什么他最终可以改变 原来就是从那一开始的时候 当他很年轻 开始信主的时候 他就读着上帝的话语 其实这个神的话语 就一直在责备他 一直在提醒他 一直在纠正他 一直让他发现 他心里面有一些的软弱 虽然那个时候 他还不能够完全得释放 但是神的话语 其实一直在做工的 然后呢 过后上帝又带领他 让圣灵 用圣灵让这个话语 真正成为他生命的力量 再告诉他 生命中很多的智慧和真理 他整个人得释放出来 原来他发现 最后最后这件事情 神的话语 才是真正教会的基础 神的话语 才是真正我们生命的基础 有神的话语 其上我们才能够建造 所以说后来 当他带领别人的时候 以前别人带领他信主 那一个人一直叫他 你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 他就读读读读读读 后来他觉得神的话 没有什么用 他就带领别人的时候 就怎么样呢 不强调这个 有毒就毒 没有毒也不要紧 不要紧 结果一批起来 没有基础的人 没有基础的生命 没有根基的生命 耶稣这样子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这是耶稣说的 我们一起来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 创造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道就是生命的根基 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一起在上建造 你知道我跟他的交流里面 我很多的反省 大家了解我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 跟我在一起 很多年在一起的人 你知道我是一个牧师 是不是不会拒绝这世上有聪明的 有见地的知识和道理的 你们知道 例如说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是 DISC的性格分析师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我们期待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了解 你们自己的个性的 我是期待最后可以帮你们每一个人 分析你们的个性 了解你们的个性 你需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很接受辅导的 接受心理学各样的发现 科学的发现 我也常常在讲道里面提的 对不对 我也常常 然后如果你们认识我的话 你们也知道 我是一个对圣灵很开放的 长老会牧师 对吗 因为很多长老会牧师 不会讲这样多圣灵的 我对圣灵是很开放的 长老会牧师 但是我很多的反省是 这些都很重要 圣灵的充满重要 Amen 圣灵的充满重要 科学的知识 心理学的发现 很重要 Amen 这些都是很棒 可以祝福我们 但是 这一切 都要在 神话语的 根基上 它才能够真正让你有 得救的信心 真正能够让你的生命 得救 被神得着 去到神那里 你才是一个真正与耶稣 同行的人 第二 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角度的时候 让我们从生活的历练 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 OK 年轻人 听清楚啊 你们的人生 一定会经过两个东西 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讲的 一定有的 你一定会有两个的历念 两个的挣扎 两个的挑战 一定会有的 那 他们可能还 不是很清楚 我们这里的人都懂了 已经懂了的人 就是老了 就举手吧 我们全部很年轻 因为我还没有讲 你也不懂我要讲什么 OK 首先第一个 他说 落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 欢欢喜喜地接受 但是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相信 一旦遭遇了 试炼 各位 第一个 你的人生 我的人生 我们一定会遇见的 就是遇见 试炼 试炼 因人而异 试炼 因为你 你的状况而不一样 有一个的人 他的老婆跟他吵架 就是他的试炼了 因为他很不能 忍受这个事情 有一个人 他老婆跟他吵架 我说太好了 他还要跟我吵架 我还以为他已经不理我了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你懂吗 有些人生病 就是很大的失恋 有些人生病 我妈妈 那时候我中脑癌 我脑癌的时候 你知道我妈妈 怎样跟我讲吗 我妈妈讲 小事情 有什么 小事罢了 我听了 OK 小事 各位 每个人的思念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 从神的角度 看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上帝看为的思念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希望你读得出来 思念就是 有意义的 意思说 在你生命中发生 你觉得辛苦 觉得难以忍受的事情 从神的角度来看 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说圣经用 思念这个词 因为恋是什么意思呢 恋就是 那个金 那个金子 那个银子 那个金属 它有杂质的时候 当它被炼了以后 怎么样呢 它就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纯 越来越好 所以说圣经用试炼来形容 我们生命中发生的困难 苦难 疾病 挑战 各样的事情 是因为 这件东西 要使你更好 它是有意义的 但是呢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道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思念来的时候 我们会错失的道 我们会失去的道呢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因为我们 暂时相信 我们只不过是暂时 Pros Kairon Pros Kairon 我们教会有推动一个课程 就叫Kairos 其实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字的变种 OK 那Kairos是什么意思呢 Kairos是时机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教会推动那个课程 叫做Kairos 就是说你要把握时机 这个是一个时机来的 你要把握 暂时在希腊文里面 它不是把握时机 虽然它同样用时机这个词 不过它是配Pros Pros Pros这个词呢 在前面就是说 某一个时段 简单来讲 就是某一个时段 意思是什么呢 那个信心 只在某个时段 那个信心 只在某一个时段 还记得你 很有信心的时段吗 还记得你很有信心的时段吗 你说记得 因为就是刚才 刚才谢谢主领带领我们 耶和华的命 不凭着远见 不是凭着急 哇 很有信心 某个时段 但是呢 它就是某个时段 各位 记住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一下 西伯来书11章6节 我们一起来 没有信 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 必须信神 但 你既信他 会的常识 你既然 有办法 阿们 信心是什么的 信仰 其实是 马拉松来的 信仰不是 100米 信仰不是 100米 信仰不是 200米 信仰不是 100米 200米 我的女儿是跑 100米200米的 Aster 她每次跑 100米200米 信仰 跑100米200米 你知道是怎样吗 一开始起跑 就很重要的 你的起跑 一开始 有的时候 我看他 起跑 我就知道 输定了 你起跑的 那个timing 不大对 那个知识 有一点差 就输定了 因为 来不及了 你追不上了的 所以说我女儿 200米比100米强 因为她有时候 一些阶段不够好 不够200米 因为那个路程 更长一点 她还追得上 她还追到可以 最近呢 我的这个大女儿 就跟我讲这件事 我想要转换跑道 我还以为 什么 她要换工 我们这样讲 不过她是真的 转换那个跑道 她说她想要跑长途的 她想要跑长的 八百千五 她说她想要改 她本来一路都是跑短的 她现在想要跑长的 我问她 为什么 你觉悟了什么 她说我发现 八百千五的对手比较少 比较容易赢 她说 一两百的 现在高手越来越多 她上中学了 越来越 很多很强的 她说很多很强的 跑这种比较好 那天我带她去给教练 她自己就去找了一个教练 她要去念 然后我就陪她去 我就跟那个教练在聊的时候 也是讲 我的女儿本来是跑一百两百的 不过她现在 她有一个想法 她想要跑长的 那个教练也是讲 好啊好啊 比较容易赢 教练也是这样的想法 这样比较容易拿金牌 比较容易赢 各位 信仰是马拉松 是长跑 是因为 你的生命 不是一百两百 你的生命 不是一百两百 你的生命 其实很长的 而且 通常能够维持 那么长的人 是很少的 你有耐力跑 诊断 你才会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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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教会 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领袖 不要猜是谁 这个教会的一个领袖 他就跟我分享 他就很难过 难过什么呢 因为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 虽然小的时候在教会长大 但是到一个阶段 他就不想去教会 他很难过 然后呢 不但很难过 他也觉得什么呢 他也觉得说 他 他自己 没有资格 继续做教会的领袖 他就跟我分享 很多年前的事情 然后 我听了以后呢 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 现在这个时刻 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现在这个时刻 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你知道吗 我们当中做父母的 你的孩子很乖 只是这个阶段 哇 吓你们 sorry啊 如果你的孩子 现在有一点迷失 有一点茫然 有一些 不是那么好的经历 你知道 这只是一个阶段 你知道还很长的 你知道吗 这条路还很长的 如果你现在 在某一个痛苦里面 某一个辛苦里面 我要告诉你 你要知道 它只是一个阶段 阿们吗 它只是一个阶段 跟旁边人说 就是这个阶段罢了 跟旁边人讲好吗 就是这个阶段罢了 不要太 不要太 不要觉得 永远都是这样 你知道魔鬼 要我们就这样子的觉得 就是这样了 哇 我的未来 就是这么黯淡 我的未来 就是这样 我头脑有一粒流 我的未来 就死定了 我的未来 就是那样 但是你要知道 只是这样 只是这个阶段 生命是很长的 而真正能够带领你 走过这整个 生命路的 是信心 不要只是 暂时的相信 而是 稳固的 如马拉松那样的 继续跑下去 然后呢 耶稣又继续在下一个里面 解释什么是经济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来 落在经济里的 就是人听了走开以后 被今世的忧虑财富和艳乐挤住了 结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所以说为什么 又有一个人错失的道呢 是因为他的生命历练里面 不但有失恋 有困难 他的生命历练里面 有这一个东西 有这三样东西 就是有忧虑 有财富 有艳乐 有忧虑 有财富 有艳乐 但是你知道 其实这三个东西 它是一体 它是一体的 其实它有一个中心点 那个中心点就是 财富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 你一定会面对思念 你一定会面对 钱的挑战 钱的吸引力 钱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面对这两个东西 这个是生活中一定要经历的 而且环绕着财富 就会产生这两样东西 到底钱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这么爱钱 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钱 当然我们需要钱活下去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需要钱买一些东西 但是你也大概知道 如果只是为了活下去 你所需要的钱 其实不是像你现在这么努力的 需要那么多 对吗 你现在赚的大部分的钱 其实是为了旁边这两件事情 你现在赚的大部分的钱 学优利 然后呢 没有钱我怎样可以享受 对不对 你知道我最近我的电脑桌布 你们是用Windows的吗 我用Windows的 我是给它自己跳的 我这个人是没有旅行欲望的 你能不懂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这一生48岁 我才履行过一次 所以说我不需要很多钱 在履行的 我就省了很多钱 哈利路亚 但是最近我的电脑屏幕 它会一直转化那个风景 有一天它就出西班牙的一个风景 在一个悬崖上面 然后有一个很美的宫殿 很美的一个小镇 就在一个悬崖 建在那个悬崖上面 哇 好美哦 它的广告成功了 我突然有一个感受 我很想去西班牙 我很想去到西班牙那里 哇 可以这样看住那个悬崖 那个市镇 多么的漂亮 然后我老婆就答醒我 你以为去到那里 你就看得到吗 可能你去到那里的时候 在下大雨 可能你去到那里的时候 那个角度 你知道那个是 他们不懂是怎样拍的 可能是用无人机拍的 还是怎样拍的 你怎样可以抓到那个角度 真的可以看到那个东西 哇 浇灭了我的 想要去西班牙的冲动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你需要很多钱吗 忧虑和忧虑和忧虑 为了解决你的忧虑 为了你要得到好的享受 其实就是为了这两个 但是各位主内的 我的家人们 好不好 一起来宣告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读 耶稣 你主 不是马门 耶稣才是你的主 不是马门 来 我们再一起宣告 耶稣 我主 不是马门 我们一起来 一 二 三 耶稣 我主 不是马门 当我们说 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宣告 耶稣是我们主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忧虑 都谢给他 阿们 阿们 对吗 你信耶稣 信什么 你就是信你的忧虑 要谢给上帝 阿们 不是用钱来解决你的忧虑 是把你的忧虑交给这位主 他来帮你承担 他来帮你解决 忧虑都谢给他 阿们 然后你信这位主 是什么意思 主的喜乐 是我的力量 阿们 你的耶稣 能够让你满满喜乐 虽然去不到西班牙 或者去到西班牙 他真的在下雨 但是 主是你的喜乐 祂给你喜乐 真实的喜乐 在你的心里面 耶稣才是给你这一切 大概一个星期前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有机会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 就坐 然后就跟一个老人 一个长辈 我就跟他聊天 其实我去那边是因为有一些事情的 我原本已经带住我的电脑 我预计我会在那个人的家 坐住一个小时 但是我没有预计 我要跟这个老人聊天 然后呢 我是带住那个电脑 我是准备要做东西的 但是呢 那个老人就开始跟我聊 然后出于礼貌 我就决定 把电脑收起来 然后就跟他聊 聊聊聊 可是聊完那一个小时以后 我觉得我大有收获 我们聊天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长者他跟我分享 他说 生命是很苦的啦 生命很苦 他怎么样呢 他年轻的时候 他说他老公赚两百块 他赚一百八十块一个月 这是多少年前 我们当中有经验的人 暴露一下 一个月的工钱 他说他老公赚两百 他赚一百八 他老公是家里的比较大的孩子 所以说两百块全部要拿回家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养下面的弟弟妹妹 这是多九年代以前的事了 对不对 现在的孩子还会给你钱养弟弟妹妹 他只会骂你 怎么你这样多钱花在弟妹身上 不公平 对吗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所以他在跟我讲这个东西 他说 他以前 他赚百八 他老公赚两百 所以他两百是怎么样 两百 老公又要给回自己的爸爸妈妈 他的家 公家 婆的家 然后呢 就是他的一百八 全家就是靠那一百八 以前的人孩子又多 然后又多 就是又那一百八 他说 你知道吗 多么辛苦啊 我煎一粒蛋 没有酱青倒那粒蛋 他说 煎那个蛋 没有酱青倒那个蛋 用 他说 还好还有盐 撒盐的 他自己讲 你有听过人家吃煎蛋撒盐吗 他就笑 哈哈这样子 然后他说 多么穷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说 然后周围的人看到他们很穷 也想要帮他 他说有一个卖肉的 住哪里 孩子给我 在哪里 在哪里 然后卖肉的 他说呢 拿钱来 说 我借给你 因为看他很穷 又要养很多孩子 就说 我借钱给你 你可以用 结果他说 他就拒绝 然后他怎样跟我解释 为什么他要拒绝呢 他说 我们现在借很容易 借花花花很容易 可是借的钱是要还的 我们现在努力 他说 他那时候想法就是 我努力 生生生生生 存 存存存存 终有一天 我一定能够摆脱 这个痛苦 这个穷苦的生活 然后我不可以借钱 如果我借钱 到我存存存有一点钱 不是又要还他们 所以说 不要借钱 我真的觉得 这是恐龙时代的事情 今天我们还说 不要借钱 你的信用卡 要忍多一个月 等你的心金出的时候 才买那样东西 你都忍不到了 还说不要借钱 对吗 信用卡就刷下去了 过后再来还 过后再来 怎么样还 怎么样还 银行整天打来 你要借Personal Noam 我们现在借你 offer利息 弟弟骗你了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忘记这些东西了 难怪上一代的人一直创造财富 上一代的人一直可以祝福这新的一代 这一代的人我们创造卡债 然后没办法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讲 可以帮我一点吗 最后我更惊讶的是 他跟我做见证 他说你看现在这间屋子 我去探访他的那间屋子 一个牌屋 当然也没有说很豪华 现在这间屋子 是我用cash money买的 cash 这个我可以做见证 他就说我几个孩子 走过这种苦的日子 走过这些苦日子 现在他们都很坚强 自己很好 也很爱我 很疼我 很孝顺 我羡慕到要死 会不会我们太爱享受了 你知道神说你会有失恋的 你知道神说那种因财富而来的忧虑 财富而来的享乐 是对你的生命可能是一个妨碍的 与耶稣 下我们一起来 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 把道持守住 忍耐着结出果实 什么是豪土呢 这里非常清晰的 用四个形容词来形容什么叫豪土 豪土就是他又诚实又良善 他持守而且是忍耐 这四个词就是这个豪土 对不对 其实你如果分析的话 有两个词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两个词就是akados 就是良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忍耐 为什么你很熟悉呢 因为你都背过的 良善和忍耐 因为我们就背过圣灵的果汁 这个就是圣灵产生的品格 在我们里面 就是有良善有忍耐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圣灵所结的果汁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看到 忍耐和良善 对不对 这是圣灵当他降临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充满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孕育出来的特质 但是回到这一个经文里面 当他提到良善和忍耐的时候 他又怎么样呢 他有为这两个词 都选了一个什么 来跟他搭配的 例如说良善就选了诚实 忍耐就选了持守 良善和诚实搭配在一起 忍耐就跟持守在一起 所以说什么意思呢 良善跟卡洛斯就是诚实搭配在一起 忍耐又跟持守合在一个主群里面 那什么叫做诚实 什么叫做持守呢 简单地讲 诚实的意思就是 一致 维持一致 始终如一 持续不断 这个就是卡洛斯 那什么叫做抓住 什么叫做这个持守呢 持守的意思就是 抓住的意思 一致持续不断地抓住 所以说回到这个经文 整个在谈的是什么 你的心和种子和道的相遇 所以说什么是豪土呢 豪土不单要圣灵来 进到我们里面 生出良善喜乐平安忍耐 这一些在我们里面来 使我们有这个心去领受神的话语 它也必须是怎么样呢 要持续不断地抓住 那个种子 持续不断地抓住神的道 当我们在A2课程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有学这个东西 我们当中现在很多人 已经完成A2这一轮 我们又接近三十位弟兄姐妹 超过三十位 已经完成A2的课程 然后过去也有很多人 你知道在A2课程里面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要学怎么样 抓住神的道 抓住上帝的话 所以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听 我们要听 跟旁边人说你要听好吗 跟旁边人讲你要听 你要听 这个是shima 你要听 你要听 所以说今天你来到这里 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在这里听 是抓住神的话的 神的道的其中一件事情 是把你的心变为豪土的一件事情 你拒绝来听道 你就是拒绝让你的心成为豪土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不单要听 我们要自己读 自己背 自己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的理解 两个星期前 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到 神要我们 不要多入那种宗教的全面掌控里面 不要 而我们要懂得 为我们的生命 划出智慧的界限 而这个智慧的界限 神有清楚的启示 安息日 那八个小时 分别为圣出来 然后你的一百六十个小时 要孝敬父母 要爱你的灵舍 要爱上帝 要过那个属讨神喜欢的生活 我们要懂得 为我们的生命划界限 所以说当我们划界限的时候 我们要很明白 我们要怎么样一致持守的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紧紧抓住神的话 抓住神的道 放在这个好土心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怎么做 我们必须要划好我们生命的界限 你要划好你生命的界限 好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叫做Jordie Jordie Benzer OK Jordie Benzer 那你看他的样子 很年轻 如果他在你旁边走过 你应该也不会对他有什么留意 但是呢 他是两家公司的CEO 他是两家公司的CEO 不是一家 是两家 所以说他创立的这间公司叫做Hardness OK Hardness呢 现在这个估值大概是37亿美金 他是他的CEO和创办人之一 37Hardness 然后另外呢 他又过后几年以后 他又再创办多一间公司 叫做Trace Aver Trace Aver呢 现在的估价大概是接近5亿 5亿美金 如果他现在把他股票全部脱手的话 他可以拿5亿美金回来 这个是他管理这两个公司 两家公司他都是CEO 两家公司他都是CEO OK 两家公司他都是CEO 然后呢 这么忙的人 我们一定要问他这个问题的 你是怎样管理你的时间 他说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说他的方法就是这样 他把他的时间变成这样 什么意思呢 他是用Time Boxing来管理他的时间 他把他时间切割成半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一块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把这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要怎么使用 然后当他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 他就全神关注做这件事情 如果这半个小时切 是切给Trace Aver这间公司的时候 他就在那半个小时全心地投入 他不会再想Heartness 他不会再想其他的 他就投入把这个东西做好 如果这一个小时 是给他的家人和孩子的 这一个小时 他就好好地跟他的家人和孩子在一起 当他把这些东西全部切好的时候 他发觉 他能够处理人生许多的事情 而且他能够专注 他不会因为Multi-Task 而使他的效率降低 他能够专注在里面 我这样子看下去 敢敢举手 谁是不忙的人 举手一下 有一个人 等一下我要访问他 每个人都超忙的 对吗 超忙的 对不对 我太太已经没有工作四年了 我太太已经没有工作四年五年吧 可能都有了 然后呢 我太太跟我讲 很忙耶 我观察也是真的很忙 洗衣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容易的 同意吗 大家 男生记得洗衣是很难的 如果有人帮你洗衣要感恩 OK 洗衣一点都不简单 很多东西 很忙 哪里有人不忙 所以说 神早就知道你的人生是很忙的 所以说神跟你讲 画好界限 block block起来 然后呢 如果你愿意你有一个得救的信心 你愿意你真的跟耶稣基督同行 你愿意你不要整天赚钱赚来 只是为了解决你的忧虑 只是为了解决你的 要想乐 可是也不一定快乐 你愿意真的有一种生命的力量 是可以胜过二者 可以胜过这世界的 我 我 郑重地请求你们每一个人 把他block起来 让你的心 遇见神的话 打开你的calendar好不好 星期六晚上 七点半到九点 block起来 这就是专心跟上帝 听上帝话语的时刻 然后每一天 好啦 不要半个小时啦 我知道你们很难 要半个小时读圣经 要死了 OK 来 我们就block 15分钟就好 好吗 15分钟 block起来 打开上帝的话语 安静地等候 祷告 读 直到我们的心 被那个种子放进去 各位 圣经这样子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然后 道成了 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他就是耶稣 你怎么说你与耶稣同行呢 你的生命里面有道 你就与主同行 我能把你打开 那把你打开 那一刀